東部一所國中到墾丁畢業旅行 但是有六位學生回到旅館之後 今天凌晨出現了嘔吐和昏迷 分別送醫 縣服表示 院方已經排除是食物中毒 同學也都離院 而該鎖國中的師生相當低調 帶隊的導遊說學生返回之後 狀況正常 會繼續後續的行程 男同學躺在地上意識模糊 除了他之外 還有同校另外五名女同學 也陸續出現嘔吐頭暈的狀況 同行老師趕忙通報警察消防局 根據瞭解送醫學生 都就讀花蓮某國中 因為學校畢業旅行到墾丁遊玩 入住墾丁大街的旅館 二十四號晚間外出後返回旅館 陸續出現嘔吐昏迷等反應 那現場沒有食物中毒以及酒精的反應 這樣 六名學生都沒有酒精反應 縣府表示醫院排除食物中毒的現象 詳細原因還要調查 一開始來住的時候都很好嘛 然後他們去逛大街 陸續可能是驚慌也會傳染嘛 然後就開始陸續就別的學生也發生狀況 學校師生對此事低調不受訪 帶隊導遊則說學生返回後狀況正常 將繼續後續的行程 記者王庭陳顯昆屏東報導